頭兩天 吳征被抓起來了 這哥們是在上海 白海路給抓的 這個攔下來以後 還吹牛了 哎 你們怎麼動我呀 你們搞誤會了吧 我現在去見誰 你們知道嗎 我這是見李書記去呢 聽說讓當場 當場 然後說 哎呦等等 我要給楊瀾打個電話 楊瀾等我呢 結果人家那人一句話不說 抓住吳征 把那個衣服往頭上一套 直接按在地上 拿大槍頭打 噹噹噹噹一頓亂倒 傻了 結果這個吳征身體太不好了 這個一打尿了 拉了 哇塞 這幫人真是王八蛋的東西 他一打你就拉 啊 然後這樣路邊 自己擦乾淨 扔給他一瓶水 把屁股洗乾淨 整個人就哆嗦 不行了 抓進去以後 立馬交代孟建柱 孫立軍讓他海外洗錢 立馬交代孫立軍 孟建柱讓他海外帶出的資產 立馬交代江家還有馬雲讓他在海外所謂幹的事兒 抓他的咱那哥們兒啊 跟我說 他說 七哥 我絕對給你出氣了 他說這孫子進去以後 簡直就站不住 從車上下來的時候也發抖 就一直抖 他說他還不知道哪來的尿 他一會兒尿一下子 一會兒尿一下子 然後說你們讓我說啥 我說啥 我是組織上的人 而且現在真的是確定了 吳征是在美國FBI的保護名單裏 吳征 真是在保護名單裏的孫子 這小子真是雙面間諜啊 吳征這回啊 吳征絕對比王立軍重要得多 他會咬出N個人出來 聽說這回吳征進去以後 最咬了一大堆的人 演藝圈 電影圈 還有什麼金融圈 楊嵐三次被叫進去問話了 每次去 都是待個一兩天 你在裏邊 楊嵐也得被檢查呀 是吧 聽說你子宮沒了 到底子宮有沒有啊 那得檢查檢查吧 是吧 然後聽說楊嵐第二次被帶走的時候 是在高鐵上 直接在高鐵上帶走 好多人也都看見了 直接帶走 而且弄得很狼狽 所以說這個楊嵐出來以後就馬上解釋啊 出鏡頭啊 你想想這兩口子這是多慘啊 多慘啊 所以說兄弟姐妹們 吳征楊嵐 孫立軍 孟建柱 王岐山 傅振華 陳峰王健 馬雲 李彥虹 馬化騰 得罪咱爆料革命有好下場的嗎 能有好下場嗎